各位 下个月20日开始 除非属于优先组别 如果已经接种三针新冠疫苗 要打额外加强剂需要自肺 政府说因应卫生处核下联合科学委员会 和政府专家顾问的建议 决定今年之内优先组别人士 包括50岁或以上 软射长者 有长期病患的成年人等 不论以往打过多少针 在接种上一剂疫苗 或者上一次感染超过6个月之后 可以免费打多一针加强剂 至于其他已接种了三针的人 下个月20日开始 如果想再打加强剂就要自肺 详情留意11点3 晚间新闻 九龙湾联合医务中心 曾经为21个人接种过期的伏必泰疫苗 涉事医务所位于德保商场 卫生署昨日接触通报 说发现1月16至28日 和今个月7至28日 分别有21个市民 接种了过期1至22日的伏必泰 其中18个人打2架 其余3个人是接种原始病毒株疫苗 卫生署说暂时未收到不舒服的报告 新闻谈要报导员 真理思洗法路提提你 谈分论假将会在10点30分播出 节目预告是由真理思洗法路赞助 说法里面试语